话说着有朝黑体制的明星 黄子涛排第二 估计近期就没人敢当第一了 11月26号 小鲜肉黄子涛摇身一变 与潘伟博 高云祥 陈一斌 一起当起了奶爸 带着别人家的孩子 体验了一把当老爸的生活 可这才22岁的黄子涛 在第一期的曝光节目中 表现得相当自我 就连潘伟博都拿黄子涛的孩子气 开起了玩笑 这个节目其实是三个爸爸 拍六个娃 对啊 拍六个娃 您听潘伟博这意思 黄子涛还真是没长大呢 既然自己都还是个孩子 就来录制亲子节目体验当爸 那小编我就好奇了 不知道黄子涛本人 有没有幻想过 真实生活中当爸爸的画面呢 因为我觉得我还真的 如果说爸爸的话 真的还太早 我没有 我没有 不是没准备好 就从来没有想要准备我 对 对 从来没想过要这样子 我还要 我今年22岁我刚才要考虑这么有baby 那你觉得在什么样的情况下 你才能够做好 就是前途然后用baby这样的感觉 从来没考虑过 因为这些现在不在我 上心的范围之内 节目完了以后 说不是跟孩子相当好吗 也没有想过孩子的 为什么要想 就是早晚的事吗 我在工作现在 嗯 工作是第一个人 所以你对孩子没有好情感 没有 我没有想要生小孩 我也不想要结婚 什么 不想生小孩 不想结婚 哎呦我去 不知道黄子涛这是在说心声 还是不想回答问题 跟记者说气话呢 难道小鲜肉 就不能回答 当爸爸的问题吗 看来黄子涛的招黑体制 还真是名不虚传啊 这黄子涛一生气 弄得其他奶爸在采访时 都尴尬不已 就连一旁的高云祥 都看不过去 开始小声劝气了黄子涛 可黄子涛还一直在默默运气 看来他这气性还挺大呢 黄子涛不仅在采访现场 莫名其妙发起了脾气 在节目中也是相当自我 难道你就不怕网友 看了节目再次黑你吗 无所谓 嗯 我觉得这些问题不在采访的范围之内 对啊 咱们就有交给吗 说说闪罢吧 闪罢 对说闪罢 其实他觉得子涛的性格还蛮喜悟的样子 其实还好 我觉得是他其实也回答了蛮多的问题 那我觉得其实对来说子涛他是一个很 他其实是一个非常有自己的想法 我们都是有这样子的一些想法的时候 所以我觉得跟他跟他交流完 本来不认识他的时候 你当然会有点觉得说 哎他是不是在一起 可是慢慢你会发现说 现在是真的还蛮可爱的 其实子涛在网上不能被 有一本黑 说法是说 因为我是叫直的人 但是真的相述起来 我觉得子涛非常的可爱 然后他也是非常直率 嗯 他也是 就是直率到就是告诉我们 我转天早上起不来 孩子你们来带 但是他也会承认 后来会跟我们去交流 去说然后包括后来他到最后 他能够自己下厨给我们做饭 所以我觉得整个 来讲他非常非常地好 整个我们都有一些改变 如果从我嘴里面说出来又是 又是 我懂你 懂你的 为什么 Une 事情 什么ину 你 你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